折斷對手的手 送你一個宗旨 轉身後嘲諷觀眾 如此惡劣的性格 他卻是日本綜合格鬥歷史上 最強男人之一 同時也是最殘忍的人 沒有之一 實力更是只能用機型來形容 為什麼會說他是機型呢 因為他的地面技術 可以說是世界頂尖 但是他的戰力技術 卻是弱的不可思議 陳奪夏修斗冠軍 WAMMA冠軍 第二代Dream冠軍 WAM清涼級冠軍 還有各種日本國內柔道柔術比賽冠軍 由於擅長在空中做降伏技 被人稱作跳關時段 他是勤募爭也 勤募爭也 1983年5月9日出生於靖岡縣 畢業於早稻田大學 現年38歲 身高180公分 體重77公斤 職業戰績 47勝9敗 曾橫跨多個量級比賽 擁有柔道黑袋 以及八柔黑袋 是一個不是很擅長打擊技巧的MMA選手 雖然說格鬥選手會各有所長 但比較少人想他那麼極端 青木的地面技術強得非常恐怖 當然這跟他從小學柔道 奠定了扎實的基礎也有關係 基本上只要帶到地面 任何位置他都有辦法降伏你 參加過多場全國賽事 但對於地面的纏鬥技術相當有興趣 於是開始學習柔術 有天 青木收看了日本知名的格鬥選手 櫻亭和志在Pride的比賽 深深打動了青木 青木將櫻亭視為偶像 並在早期的職業選手 終極右術底下學習MMA 並且獲得了八柔黑袋 2003年11月 青木在Deep的職業賽 連續拿下了三場連勝 但在第四場對上了中尾獸太郎 原本以為勝利到手 卻慘遭中尾KO 吞下了職業賽的首敗 2005年轉戰修斗 雖然前兩場獲勝 但第三戰對上了曾打過多個職業賽的傳奇選手之一 櫻井素仁 最後第三回合判定由櫻井獲勝 其實兩人在之後的Dream賽場上也有碰面 但青木最終還是敵不過櫻井而輸掉 從這之後 青木以強大的纏鬥技術連勝12場 並橫跨到了另一個賽事Dream 2009年10月 他拿下了Dream冠軍頭銜 但在兩個月後 12月31日日本大會日的賽場上 青木對上了廣田瑞仁 也就是開頭青木折斷的對手 據傳是因為賽前廣田的嘴炮攻勢 讓青木相當不愉快 一開始就將廣田拖入地板 很快的拿到了很好的把位 一個瞬間將廣田的手熬斷 並且起身對廣田比了個中指 再對觀眾進行挑釁 團隊隨即送上去阻止青木 雖然賽後青木對此也有道歉 但品性上實在讓人不敢恭維 2010年10對上了Cosplay的格鬥高手 長島熊一郎 這場是混合的規則 第一回合戰力技 第二回合可以帶地板 但對於戰力技比較弱的青木 理所當然相當吃力 於是到了第二回合 終於忍不住的青木立刻下潛 結果慘遭西撞結束比賽 後來Dream解散 青木轉入了Belleter 對上了艾迪 對就是後續有在UFC中出現的選手 青木在這個地方使出了一個走擊 一個不知名但很可愛的小走擊 然後就被擊倒了 為什麼這個動作可以做得如此可愛 2013年青木踏入了One的賽場 影響了輕量級的冠軍 之後在One的賽場上拿下了很好的成績 2015年12月 在Rything 青木對上了影響自己一生的偶像 櫻婷何志 也就是被稱作格雷西獵人 日本傳奇格鬥選手之一 這場比賽 青木以碾壓的方式TKO了櫻婷 櫻婷在善未被瘋狂打擊 滿臉失血的方式輸給了青木 這時 青木意識到自己崇拜的偶像 如今卻敗在自己的手上 心裡骨味雜沉 也意識到了人終究會老 並在最後難過的裸淚與櫻婷抱在了一起 給了青木的內心一個重大的轉變 至此之後青木專心在1的賽場 欣賞出現在日本的比賽 2017年11月 青木對上了UFC中最大的迷因 史上最快的男人 Ben X Cream 沒錯又要拿出來編了 不過有趣的是 Ben X Cream這次可沒有來搞笑哦 而是一個舉起來砸摔後 連續打擊TKO青木結束比賽 時間相當快速 這個地方我就在想 如果當時馬達西撞失敗 那是否那場比賽的狀況 會變成是Ben X Cream瘋狂擊馬達 也許最後的結果會不太一樣 這場慘敗後 青木到今年2021年 還是繼續在場上比賽 而這之間的9場職業賽裡 贏了8場 現在的青木 已經不像當年年輕時那樣衝動 雖然年齡將邁入40 算是高齡的選手 但我想青木可能也是在等待一個 像自己當年擊敗偶像那樣 出現一位能夠擊敗自己的年輕人出現 好啦 今天的影片到這邊 我是魚背 我們下次見 掰掰